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大利米兰时播会已经开幕了 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呢 也会去那边去看 大家有可能还有印象 在2010年上海时播会 中国馆的一个设计 一个红色的一个这种建筑 那在米兰 中国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面目 去跟世界见面呢 我找了一些图片跟大家分享 那今年的中国馆的主题 叫希望的田野生命的源泉 所谓的希望田野呢 就是指的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土地 就是田野 然后他通过叫天地人的一个元素呢 来构成中国馆的一个基本元素 这个图呢是中国馆的标志设计 很简单一个几条曲线 很鲜亮的那种颜色 大家注意 上面的这个蓝色代表是天空 天 绿色呢代表是地 金色的可能代表是粮食之类的东西 植物 那红色代表什么 红色代表是人 是生命 那在这样一个图标里边 你会发现各个层次是交叉的 天和地和人 他们之间会有一些颜色交叉 会有一些重合 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中国馆的主题 其实想表达的是天地人的议题 在这个设计当中 他采用了中国象征意义的叫什么 竹编材料来做一个屋顶的设计 所以呢 当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 这种竹编的材料会透射出一种金色的光子出来 所以在这样一种这个设计当中呢 能够满足了这种基本的照明要求 而降低了这种人工照明里边的这种一些灯光的一些要求 能够降低能耗 能够降低成本 也体现了人和自然的统一 那关于世博会 其实要讲的话题会有很多 而世博会和设计之间 也有很多的联系 大家知不知道 第一届世博会是什么时候 全世界的第一场的世界博览会 是1851年的时候 在英国举行的 那年的世博会呢 也被称之叫万国博览会 或者叫大博览会 那也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 当时英国通过工业革命之后呢 取得了很多成就 所以人们就会想 那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工业革命之后的 英国所取得这些巨大的成就来展现给世人 当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阿尔伯特亲王就提议举办一个世界性的大型的博览会 来表现这样一个场景 在这样一个展览会上 当时就是人们会考虑说 用什么样的建筑方式来对这种博览会这种形式呢 来进行展示呢 之前是没有的 之前的中国 之前世界更多的一些建筑模式是什么 宫殿式的 或者是神庙式的 教堂式的 类似这样一种公共区域会有 但是作为一个展览会这种形式 会有什么样一种建筑形式出现呢 人们不知道 所以呢 从1850年开始 进行招标 有很多一些建筑方案呢 都被推翻了 到最后 有一个设计师提出来了这样一种方式 大家看这张图 这也是当时呢 对于建筑的一个大的一个尝试 完全用铁的骨架和玻璃来做成的一个建筑 整个的长度有560多米 宽度呢 是138米 那这样一种方式 最大好处是什么呢 跟传统的建筑相比 它的工时会相对很短 更容易能够满足工期的需要 所以只需用了9个月时间 它又把这样一个建筑给盖起来了 所以在当时 也吸引了很多人的这种眼球 人们呢都会跑到这个展览馆里面去看 大家会说 哦原来这个这样一个建筑呢 能够满足人们的那种展览的那种需要 所以用这个建筑物呢 大家给它命名 把它称之为叫水晶宫布兰会 这个建筑呢也被称之为叫水晶宫 后来这个场馆呢并没有按照原计划拆除 而是把它迁徙到了伦敦南部的一个地区 叫塞德哈姆这个地区呢 重新进行重建 那在这个活动 在这里边呢也去举行了很多一些活动 后来塞德哈姆这样一个地区 也被称之叫水晶宫地区 在英国有一支球队叫水晶宫队 它也是这个地区的一个球队 所以水晶宫这个名字呢 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预定俗称的一个地理的一个名称了 但是到1936年 这个建筑毁于火灾 今天在过去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了 那这样一个建筑 却为后世呢 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这样一种方式 把很多一些工业产品放在一起进行展示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因此呢 世博会这种活动呢 开始延续下去 在这个1851年的时候 总共有600多万人参观了 这些社博会 等它结束的时候 主办方宣布呢 他们总共获得了18万英镑的这样一个利润 那这个钱要干嘛 他们首先建造了很多的一个博物馆 来用于教育民众 他们在英国 南肯辛顿这样的一个地区 购买了87亩的这样一个土地 建造了叫科学艺术中心 把很多一些科学博物馆 艺术博物馆放在一起 包括皇家音乐学院 皇家艺术学院 也会放在这个区域里边 另外呢 以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新王命名的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也在这个地区呢 建立一起来 也是用这个钱来进行建造的 到今天这个博物馆呢 已经成为全球非常著名的设计博物馆之一 除此之外呢 他们还用这笔钱呢 设立了一个叫科学艺术奖励基金 怎样把科学艺术进行结合 进行更好的一些成果的一种展示 通过这个基金呢 给他进行奖励 进行扶持 所以我们认为 1851年也被认为是一个现代设计的一个发端 到了1889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目光转到法国 1889年是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 所以巴黎人呢 也希望举办一些设播会 来表现这种 这个法国的一些 这种工业的成就 也为了展示自己的这种国力 那他们也考虑要做一个 这种能够标志性的建筑呢 来体现这样一种 巴黎的这样一种设计能力 他们提出有这样两个条件 第一个 你要吸引人去参观呢 它应该像一个高塔一样 能够让人去买票 那这个钱呢 可以来维持这个建筑能建起来 第二个条件 说希望这个 这个世博会之后呢 我能够很容易的把这个东西拆掉 因为像很多的世博会有一个惯例 很多展馆呢 世博会之后呢 要能够把它拆除的 所以又这样一个两个条件之后呢 有很多人也 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方案 会提交上去 最终中标的是什么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埃菲尔铁塔 当时的工程师埃菲尔提出来 说完全用钢铁构件构成的一个 巨大一个 一个结构 一个铁塔 今天我们可能在很多城市 都会看到类似的铁塔 是什么 但是要注意 在1889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无线信号还没有用于这种商业用途 也就是说 真正的商业广播 也是到了20世纪初 才被用于这种 实际的应用 所以那个时候 它没有其他一些用途 只是一个建筑形式 只是让人能够看到 埃菲尔铁塔多高啊 当时的高度是300米 而在此之前 人们认为的最高的一些建筑 像护菲尔铁塔 像神神明像 也只有100多米的一个高度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高度呢 是 是无前例的 是能够体现人类的 这种工业成就的 为什么用钢铁 钢铁是什么 钢铁是工业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 在很多年里面 人们把钢铁总产量 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工业 经济发达的程度的 最重要的一个数字 而埃菲尔铁塔总共用了 1万吨的钢铁 他们用了光某钉 用了250万个某钉 那整个的重量 塔身的重量 达到了7000吨 那这样一个巨型的建筑呢 只有在钢铁时代 才会被建筑出来 但是在当时呢 有很多人 并不喜欢这个东西 在1887年 埃菲尔铁塔正式开工的时候 当时非常著名的大作家 莫不桑 就耗着大家 当时有300多个著名人士签名 写了一份抗议书 这抗议书是什么 叫反对修建 巴黎铁塔的抗议书 为什么 他们认为这样一个钢铁的 一个巨人建造起来之后呢 人们会受到一些生活的影响 人们会觉得这个东西 会对巴黎的这种文化 古城区都带来极大冲击 一开始的时候 我对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非常认可 或者说并不是非常理解 直到2010年的时候 我曾经到过埃菲尔铁塔 我在埃菲尔铁塔上面 拍了一张照片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拍到一张照片 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能看到埃菲尔铁塔在哪吗 埃菲尔铁塔位于巴黎的西郊 在西面 在西洋西下的时候 太阳把埃菲尔铁塔巨大的阴影 投射到了巴黎市区 也说随着西洋一遍遍一遍的 这个西下 我们看到埃菲尔铁塔的巨大的黑影呢 缓缓的在巴黎上空掠过 让我们感到会有压力的 因为钢铁本身 它具有这样力量的那种象征 是一种工业成员的象征 同时呢 它也是冰冷的 是不尽人情的 是不符合我们前面所说的人性化的 这样一种设定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 埃菲尔铁塔成为了 人们对于巴黎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认识呢 为什么成为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呢 可能更多的会归功于 特别是二战的时候 它作为一个 这个 这个信号接收塔 能够把很多的一些无线电波呢 传送到巴黎的市区 让很多人通过埃菲尔铁塔 接收到很多的一些 关于二战的一些资讯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 法国是沦陷区 被这个纳粹所占领 这个时候很多民众 就通过埃菲尔铁塔 所发射的一些信号 得到一些很多的一些 战争的一些消息 所以埃菲尔铁塔的高度是300米 后来在埃菲尔铁塔上面呢 又修了一个24米高的天线 那这也使得呢 埃菲尔铁塔呢 逐渐的加深了 在巴黎人民当中的一些地位 然后呢 人们慢慢慢慢从厌恶他 慢慢到接触他 到喜爱他 所以这个过程呢 也是看到了 在这个世博会后面 所隐含的这样一个故事 当然除了这个故事之外 还有很多故事 像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 像这个米斯凡德罗 所设计的巴塞罗纳椅 所谓的巴塞罗纳椅的 这个名字由来呢 也是起源于 1929年的 巴塞罗纳的世界布兰会 当时呢 邀请这个米斯凡德罗纳 去为德国馆建造这样一个场馆 然后呢 巴塞罗纳椅呢 作为来接待当时的 来访的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 一把椅子来进行设计的 这也是不得不说的 世博会和设计之间的渊源 那再往后前面也提到过 像美国的工业设计大师 先去 林默罗维 他是在1939年的 纽约的世博会上 真正的把工业设计 这个名词所提出来的 这都能看到 世博会和设计之间 有很多一些渊源 在2010年的 上海世博会上 我也拍到了一些照片 想给大家分享 这张呢 是荷兰馆 当时的荷兰馆设计非常巧妙 它设计成这样一个 坡道形的这样一个形状 在这个坡道两边呢 会有很多不同的小房子 然后每个房子会有一个主题 把荷兰的文化 展现给当时的一些观众 其中一个小房子 这个都非常熟悉了 这个房子被认为叫 叫梵高的小屋 我不是说梵高的小屋呢 它里面有很多的 陈列了很多的一些 这个展品 这些展品呢 都跟梵高的名画 能够一一对应 它会告诉你 说梵高画的这个镜物 它的盘子是哪块盘子 它所用的一些器具 是什么样的东西 让我们能够看到 名画和生活之间的 这样一个联系 在梵高小屋的隔壁 是我很喜欢的一间小房子 这个房子 整个的这个布局呢 是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红蓝椅的作者 设计师 李特维尔德所设计的 一个小房子 叫乌特勒之住宅 或者叫赛勒德住宅 在这个住宅的这个里边呢 放着五把椅子 这五把椅子都是出自 李特维尔德之手 也说 荷兰设计师 李特维尔德 也作为荷兰文化的一部分 被荷兰馆 带到了上海师博会 展示先给世人 甚至是和梵高 是可以相提兵论的 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设计在荷兰 所体现的这种重要程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